被邮官方选入恐怖箱内测活动后 我接到了同推好友的电话 邮友已经在三日前宣布停服 而此刻 我正躺在男主的怀里 黑暗中 他滑腻的触角覆盖住我的眼球 尖锐的口气损失我的脖梗 我的声音传到好友那边 不 游戏还在进行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我身处一辆正在行驶的车 两只手被尼龙绳绑在一起 眼罩挡住了我试图窥探的视线 除了耳边的风声 我一无所感 我是被绑架了吗 我竭力安慰自己 尝试想起之前的记忆 却发现我的记忆中没有画面 只有一句话 莫名漂浮在空白的脑海中 像是电脑屏幕上出现的病毒图案 游戏开始 主控已登陆身份 后面缓慢献出一个挥下去的Q版男人图像 这是我推 是一用男主的头像 我想起来了 我是被一个大热的姨女游戏 官方选入恐怖箱内测活动的幸运玩家 脑海中有声音咯咯凝笑起来 随着风四面八方地灌入我的身体 耳道 鼻腔 内脏 毛细血管 随着笑声的震动而缩张着 我的全身无一步充斥着他们的声音 欢迎登陆游戏 记者小姐 风渐渐地停了 我听见左前方传来咔哒两声 司机摁了喇叭 又将车窗关上 没了风的阻挠 车中的气味变得浓郁复杂 左前方 左侧 后面两侧都有人 有人忍不了这枯燥沉默的氛围 率先开了口 娇柔的女生自我左侧响起 白鸟 你们还要绑 我们多久 我们什么时候能到 左前方传来一道男声 抱歉 为了防止有人卧底潜入 暴露实验室位置 我们不得不对尊贵的客人们 采取这些措施 随着男声一句句响起 我的脑海中也一句句显现信息 游戏 实验室 卧底 闻到自己身上不同于其他人的气味 我的神经开始兴奋 我好像就是这个卧底 所以 根据这个剧情指引 NPC的话来说 我应该是要调查这个实验室 没等我多想 车停了 白鸟说 眼罩暂时还不能摘下 请诸位见谅 说吧 又是咔哒一声 我手上的桎梏一松 绳子掉落在腿上 山林间的新鲜空气从四面涌入 四面车门全都敞开 白鸟的气息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车门前 伸手扶我下车 不愧是以油的待遇 我心想着 穿着高跟鞋往车下探的脚突然一崴 身体险些从车上栽下去 直到一左一右两只有力的臂膀 稳稳扶住我 多谢 我收回扶在他们臂膀和手腕上的手 微笑着道谢 啊 真好 他们身上沾上我的气味了呢 白鸟是靠着一根绳子 带领目不能视的我们的 所有人都抓着这根绳子和白鸟走 周围的草木气息 也逐渐变成了独属于金属的轻微色味 脚下的土地 也不知何时变得柔软而富有弹性 冗长的金属走道 被一根绳子串联的人 我设想了一下 从上方看去 应该很像烧烤摊上 被穿成一串的蚂蚱烧烤 即将被送入某人嘴中 在这样黑暗的环境中 显然不止我一个人感到恐惧 那个女生又开始抱怨了 为什么还不能摘眼罩 白鸟并不回答她 只是说 我们可以在这里改变基因的一切劣势 只需要度过三天的观光 如果有一切不满 我们可以送您回去 语气不重 却是赤裸裸的威胁 女人还想再说什么 却被前面的男人呵斥了一声 或许是发觉没人支持自己 她哼唧着也不再说话了 一行人就这样 继续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 我闲得没事 随口问道 你们这里有养虫子吗 白鸟点头 当然 我 尬聊结束 又是一阵沉默 突然 整条长廊传来女人尖利而愤怒的叫声 她气愤的跺脚 啊 谁 谁摸我屁股 高跟鞋踩在地上 传来咚咚的沉闷的声音 与此同时 脚下的地板突然被拖拽了一下 我险些摔倒在地 撑在地板上的手腕传来凉嗖嗖的触感 一条细长湿滑的东西从我手边划过 是我 是我 两道男生几乎是同时响起 是白鸟和之前扶我的那个男生 自我介绍叫新莲 嗯 已有理的男主 虽然不记得进入游戏之前的事情了 但好像是我推来着 女人气得直发抖 她道 到底是谁 说着 她摘下眼罩 狠狠摔在地上 将矛头指向白鸟 问 你们让我们戴眼罩 不会就是围了干这种事吧 新莲摸索着 挡在白鸟面前 轻声安抚她 抱歉小姐 与她无关 真的是我 我刚刚是摸黑中不小心的 很抱歉 这样吧 这次基因改造的费用 我替您出了 女人还想再说什么 却被队伍前面的男人打断 她咳嗽着 众美走回女人身边 看向白鸟 那就是误会一场了 不过我们也不缺这点钱 只要快点开始参观技术就好了 时间最宝贵 女人瞪了她一眼 扭过头 不再说话了 突然的事态发展 我快到了 诸位可以摘下眼罩了 众人听闻 顺从地摘下自己的眼罩 刹那间 刺眼的光鲜袭来 我眯起眼 勉强能看清银白色的墙壁 星红的地毯 以及看不清镜头的走廊 适应之后 我回头看了一眼男主心帘 嗯 的确很男主 所以 已游游戏里的男主 原来还会性骚扰人吗 我进来前的眼光 有这么差 女人明显还想着追问 白鸟却已经率先走在前面 站在走廊中间 指着一左一右两个房间 她面色沉静 时间不早了 明日开始参观 请四位回房休息 左边是两位女性的 诸位请不要乱串门 说吧 她消失在长廊里 只剩下我们四人面面相去 女人瞪了男朋友一眼 还在赌气 静止进了房间 我跟在她身后 静止静泽地关上了房门 她一句话也不说 自顾自坐在沙发上 费力去摘腿上那双红色高跟鞋 却半天都没取下来 反倒累得满头大汗 见我盯着她 她横眉竖眼 气喘吁吁道 看什么看 限量款 就剩这个码了 小点就小点 你想还买不到呢 我指着她的裙子 好心提醒她 你裙子上好像沾了点东西 她回头一看 那是一只被压扁了的幼虫 刹那间 她的神色五彩缤纷 五光十色 七上八下 啊 又是惊声尖叫的十分钟呢 我捂住耳朵感叹道 于是 在这位精致到头发丝的人 在浴室里洗澡时 我在外面任劳任怨地 给她洗着衣服 女人娇柔的声音 从浴室里传来 我叫谢秘密 你叫什么 秋席 我一边回着她的话 一边摘下自己的耳钉 拧着那块方块蓝水晶 顺时针扭动三下 一束小小的荧光 便从里射出 照相蓬松的裙摆 裙摆上没有荧光反应 反倒是我的手 绿油油的一片 这是这个身份 在卧底前 给自己涂的荧光颜料 原本是打算摸索的时候 留下线索 而当时下车时 我分明将这些荧光剂 都往白鸟和心脸手上磨了磨 所以她们都没有性骚扰谢秘密 却都抢着扔下了这罪名 是在为什么打掩护 我的手腕处 好像又传来那种 黏湿滑腻的触感 还有那只被我在走廊里 随手捡起 粘在谢秘密裙摆上的幼虫尸体 等到谢秘密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将耳钉戴上 又给自己洗了手 她换了件长款连衣裙 偏着头看我 你也是为了变得更漂亮 才来的吧 我点点头 确认手上 已经没有那股荧光剂的味道 才回头看她 那你男朋友呢 谢秘密给自己戴上戒指 目光锐利 你不是看她有钱看上她了吧 我告诉你 我们很相爱 她是陪我来的 话音刚落 门铃声响起 谢秘密去开了门 可她却像是看到了 什么极为恐怖的画面 急促地往后退了两步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没了她高挑的身材遮挡 我一眼就看到了门前的景象 那是个黑发吉地的小女孩 橘色裙子 橘色口红 她用布满黑色的眼眶盯着我 瘦弱的手臂高高地举着托盘 脸色惨白而木然 吃饭 饭 她眼瞳的比例十分夸张 黑瞳几乎占据了整个眼眶 若不是看我时 同人稍稍朝上移了几分 露出下方的一丝白线 我甚至找不到一份眼白 压下心中涌上来的京剧 我定下心神 伸手去接那份餐盘 这才看到她身后更为恐怖的一幕 新红色的地毯上 布满了更为艳色的鲜红脚印 从不远处 一直蔓延到小女孩脚下 血气扑鼻而来 我手一抖 托盘中的饭菜 速速掉落了一些 在地毯上 小女孩歪头看向蝎蜜蜜 神色疑惑 你为什么要害怕 不就是你做的吗 蝎蜜蜜的脸色更苍白了 她喘着粗气 道 你胡说什么 小女孩木然许久 转过身 极其缓慢地离开了 她走得有些艰难 就像脚被地毯粘住了一样 我喊她 能再送一份吗 小女孩没理我 还剩下的一些菜关上门 刚将饭菜放下 屋内的电话就突然响起来了 是对门谢蜜蜜 她男朋友打来的 两人黏腻腻地聊了半天 话题无非是彼此房间里有什么 又遇见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我不好意思多听 贴着门站了好一会儿 直到谢蜜蜜突然气愤地挂下电话 才走回去 她面色扭曲 将餐盘推给我 我不吃了 你吃吧 那个叫新莲的 居然说我胖 我盯着餐盘里的菜 海带 鲍鱼 米饭 毫不犹豫地 把海带放到一边 将最贵的鲍鱼吃完了 现实生活中吃不起 玩个游戏还不能吃了 吃饱喝足 我听着谢蜜蜜咽口水的声音 毫不犹豫地 将剩下的海带倒进了马桶 哼 让她揣测 我要和她抢男人 晚上入睡时 我甚至能听到 谢蜜蜜肚子饿的咕咕叫的声音 似乎还有什么东西 在地上拖拽卷动 有点吵 我想睁开眼睛 却始终昏昏沉沉 被白鸟的声音吵醒的 一看时间 早晨七点 我无奈地翻身坐起 睡眼惺忪地去洗漱 头顶叙叙叨叨的声音 让我好奇 为什么现实世界 会有人这么喜欢这款角色 叙叙叨叨的 不觉得很像高中时期 每天的早操铃声吗 这样想着 我拉开了房门 却险些没摔个狗吃屎 谢蜜蜜疑惑地 看着地上的海带 昨天吊的海带 有这么长吗 我盯着地毯旁的海带 在心里回答 没有 海带被扫到了地毯旁边 但是地毯上的鲍鱼 和米饭不见了 白鸟试试打断了我们 朝我们伸手示意 他道 走吧 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植物园 宽阔的银色大厅里 他走过一座座玻璃展览 耐心而温讯 这些都是 经过了基因培植的植物 拥有普通植物没有的功能 和奇特的外表 诸位可以通过 每个展品下方的介绍 了解其功能 我的目光 划过一座座展品 半人高 吊着碗口大果实 根莖却如同菩斯的细草 效用是能够刺激人的肌肉 获得钢铁般的硬度 叶片垂下 锯齿开合 不断啃食花朵的橙色花朵 写过时改变物种 将任何生物 在短时间内 变为史莱姆形态 最终 我在角落被蒙了一层 黑布的玻璃跪前暂停 我问白鸟 这是什么 白鸟答道 美人面 能够让人体表皮不再衰老 维持美貌 不过暂不对外展示 她点头 她的眼中 迸发出狂热的光芒 还想继续问 却被身边的男人抢先 周莉拦住些秘密 往前踏出一步 用肯定的语气问 所以 你的意思是 脸上细胞不会老死 那 其他地方的呢 白鸟微微眯起眼 摊开手 抱歉 先生 你的问题超纲了 刚好 我们也该回去了 白鸟回头看向不远处凝神的心莲 语气温和 走吧 回去的路上 大家的步伐越来越慢 我走在心莲身后 问她 你刚刚在看什么 心莲的话眼瞼一概 补银草 枝叶能够抑制虫足 我有些疑惑 很少有人把虫子说成是虫足 心莲 秋席 你们走在边上干什么 许是我和心莲说话的声音并不小 脸秘密频频转头看向我们 更是突然停下脚步 抱着手臂质问 突然被脸秘密点名 我抬眼看到她怀疑的神色 又低头 去看她的足底 红色高跟鞋 鞋边闪烁着水光 很漂亮 可是空气中令人作呕的味道 却越来越浓郁 好奇怪 在这个想法涌上心头的那一刻 银色的长王间突然亮起红灯 照在我们惊恶的脸上 刺耳的警报声响起 警报 警报 有卧底混入 请直音者进行检查 白鸟摸摸耳朵 回过头 神色冷明 抱歉 我们收到消息 有记者混入参观者 接下来 我将对诸位进行检验和安全措施 请诸位站成一排 等待检验 白鸟的手里 不知何时多了一样检测仪 绿色的灯光 扫过前面的每一个人 周立 谢秘密 还有心莲 下一个就是我 我想起耳朵上那个 集音光灯和录音器 为一体的耳机 思索着自己怎么样的死法 会比较有英雄就义的感觉 但是 空气中那股恶臭的咸水 味道更浓烈了 地上的星红地毯 突然动了一下 我下意识抬眼 朝镜头看去 只见一双巨大的副眼 从我面前一闪而过 还没看清怎么回事 我便被猛然扯到一边 紧紧贴在墙壁上 方才还被我们踩在脚下的 新红色地毯 开始迅速往我们身后缩紧 前方的尽头 它卷成一团 朝我们滚来 速度之快 像是一只粘住蚊虫 快速往回缩的 癞蛤蟆的舌头 啊 救我 救我 谢秘密的声音传来 它上半身被心莲 拉到墙壁上 腿却还紧紧 粘在那块红地毯上 我定睛一看 它红色高跟鞋的水边 居然是某种粘液 将它死死站在地毯上 周莉脸色惨白 冷汗浸满额发 捂着胸口大喊 你快脱鞋 来不及了 我蹲下身去 用力抓住那只鞋子一转 随着一阵撕拉声 谢秘密的腿 终于从那只鞋里拔出来 与此同时 我眼前掀起一阵腥臭的风 一只手被卷在地毯里 擦着我额前的发迅速滚过 浓烈的气味传入鼻腔 我捂住嘴 蹲在地上呕吐起来 巨大的恐惧 让我的视线变得模糊 我颤抖着回头 望见了谢秘密惊恐的面颊 她没死 被卷走的不是她 我松了口气 但随即 又崩溃地发现了个事实 目光所及之处 少了个人 白鸟 地毯滚进我们看不见的尽头 谢秘密崩溃地收回腿 扑进周莉的怀抱里 哭喊着 自己再也不买小马的鞋子了 周莉却在焦急地问 白鸟被卷走了 我们该怎么办 哭闹和质问夹杂在一起 嘈杂的人生间 将心帘摁在墙壁上 小心 搜 一条细长分叉的舌头 突然自走廊伸出身来 闪电般卷住谢秘密的脚腕 谢秘密只来得及低头看了一眼 还未来得及出声 她便被重重甩趴在地上 求生欲让她下意识想要抓住什么 可粉色贴钻的延长甲 只是在地板上 刮出几道滋滋的声音 便一起断裂 她如同待宰的猪羊一般 被拖进了无尽的黑暗里 惨叫声在拖入拐角时 戛然而止 一切快地让我们 甚至都没有时间搜救 片刻后 那根舌头又伸出来搜索了几下 直到最终无功而返 死亡的寂静中 一道墙壁从天而降 隔绝了我们头去的视线 白鸟自拐角处走出来 手里依旧拿着检测仪 她微笑着 检测继续 检测仪的绿光将我全身扫了个遍 却依旧没有异常 白鸟盯着那检测仪 微笑着道 看来消息是假的呢 我松了口气 万幸自己在救人时 将耳钉一同丢进了地毯上 周丽伸手抓住白鸟 面色铁青 这是怎么回事 周秘密那么大一个活人呢 白鸟没回答她 继续往前走 领着我们回房间 她道 每个人的愿望不一样 所以会按顺序 去接受不同的基因改造 周丽跟在她身后 眼睛微眯 你是说谢秘密被带走去改造了 谈话间 我们已然到了房门前 白鸟按下开门的按钮 又是先前的说辞 如果有一切不满 我们可以送您回去 周丽盯了她许久 最后还是进了房间 我听着他们的谈话 默默打开自己的房门 随着自动门缓缓关上 白鸟突然转身看向我 神色莫名地说了一句 实验室的主人已经换掉了 新的主人让实验室的物种改造 发展得很快 少了个人 双人房显得有些空荡荡的 我坐在饭桌前 盯着小女孩新送来的饭菜 她依旧是黑毛 白肤 橘色衣裙 不协调地 像是拼凑起来的产物 就是这样的人 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虫子 将今日的饭食倒进马桶 我躺在床上假装入睡 不知过了多久 直到我真的有了睡意 稀稀苏苏的声音响起 是儿时在农村的夜晚 听到过无数次的声音 我猛然睁开双眼 与无数双彩色的 盈绿的副眼对上视线 黑暗中无数双盯住我的眼睛 伴随着震齿的音律 他们爬向我 天花板上黑压压的一片 不 或许更广 地板 天花板 吊灯 他们几乎覆盖了整个房间 黑暗中 我的手悄悄握上台灯的手柄 就在这空隙 已经有一只虫子 背着漆黑反光的假翘 缓慢地爬上床单 它的触角颤动着接近我 似乎很是欣喜 砰 我抓着台灯狠狠砸过去 玻璃与钢铁碰撞的声音 发出极为清脆刺耳的拉响 台灯的玻璃灯罩碎了一地 那只假虫却只是翻了个身 身上的假翘 连一点损伤都看不出来 它笨拙地想要将身体翻过来 却不得法 被后面爬上的假虫 用口气是咬干净 只留下两片巴掌大的假翘 这些虫子太过坚硬了 我的内心响起警报 张大嘴想大喊呼救 却有一只手悄无声息地 从我身后伸出 轻轻地覆盖住我的口唇 它身上传来浓郁的花香气息 唇半覆在我耳边 嘘 是谢秘秘的声音 它叫声道 我来救你啦 漆黑的长廊中 谢秘秘拉着我往前奋力奔跑 也不知它撒下的枝叶是什么东西 竟然让那些几乎要爬到我身上的虫子 请客间散了得干净 我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身后 想将周立和新莲一起叫上 却见对门的房间 已经被密密麻麻的藤蔓给绑住了 看起来是凶多吉少了 谢秘秘没有回头 它的脚步越来越快 语气也越来越急切 来不及了 实验室的动物都变异了 那个地毯 你知道是什么吗 居然是只癞蛤蟆的舌头 它越说越气愤 我好不容易逃出来的 现在我们先去植物园避一避 也就那熟一点了 我点点头 也加快了步伐 直到一股脑跑进了植物园 我们两人才松开 手撑着膝盖喘起粗气 我在牛仔裤上 抹了抹手心分泌的黏腻汗水 歪头去看谢秘秘 突然笑出声 你好像变得更好看了 谢秘秘文言心情好了不少 插着腰骄傲道 那当然了 我继续问她 所以 你是不是已经进行基因改造了 说着 我伸手接下身后的黑布 巨大的玻璃面罩 展现在我面前 微弱的灯光下 我终于看清了 白日我不曾见到的美人面 这是一株极高的花珠 上面坠满了无数花朵 但却都稍显憔悴枯萎 好似将所有的养分 都供给了最顶上的那朵艳色花朵 那朵花约有巴掌大 微垂着 娇艳欲滴 花瓣于普通鲜花无异 花心却是一张娇满美丽的人脸 人脸微睁着眼 直直地看向我 面容与谢蜜蜜别无二致 再看下面其他的花朵 虽微米憔悴 角度各异 但细看却也都是一张张 融色各异的人脸 其中正有一张脸 是给我们送饭的小女孩 似是有风 花朵们垂动着 调整角度朝我看来 数十张人脸一起张口 露出整齐的白牙 跟随着谢蜜蜜的声音重复着 既然知道 你还敢来 养料 养料 化为我们的养料吧 我笑着看她 知道为什么 昨晚我只吃了鲍鱼吗 因为早在她气愤的怒登地板 高跟鞋将那条舌头 踩出血洞时 我便猜到了 那条地毯是条活物 小女孩的脚印 也只是沾上那条舌头的血迹而已 所以我故意撒下食物 借助猫眼 查看那条舌头 对于食物的态度 果不其然 发觉那条舌头 将鲍鱼和米饭卷走了 却唯独抖下了海带 所以我才放心地吃下了鲍鱼 而今日 那条舌头伸回去了 一个都没动 我便不敢再吃这些食物 谢秘密把玩着自己残存的指甲 歪头看向我 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你不还是要成为我的养料 她的手俯上我的脸庞 眼中再次亮起光芒 我懂你 我们都是女人 我们一起变美吧 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这么 我微笑着 告诉她 没什么用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这个人胆小得很 所以 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说吧 电光闪时间 我抬起手 手指抚过玻璃 刺拉的一声巨响 玻璃缓慢地献出一道裂痕 与此同时 虫巢从角落四面八方地袭来 顺着那道裂缝钻入内部 风卷残云般享用了他们的美味 随着树道男男女女的惨叫 那株美人面被蝗虫能啃视一空 方才还贴在我家边的手巷时 放空了气的气球 无力地扁了下去 她的皮囊倒在地上 虫巢爬上她的尸身 分泌的粘液 腐蚀了她的尸体 很快 地上只剩下一摊 冒着泡泡的花枝 然后那些虫子飞舞着叠起来 逐渐在我面前 化为一个人的模样 她单膝下跪 亲吻我的指尖 她抬起头 是我熟悉的嗓尼 记者小姐合作愉快 逐游有一个定律 是其存在的基础 那就是 逐游男主是为了女主角而存在的 她的存在 就是爱主控 支持主控 所以当下午心莲 在察觉危险后 不经意露出虫子特有的复眼时 我也一点都不害怕 我将地上那摊粘液 用玻璃瓶收集起来 看向心莲 这个实验室里有摄影机吗 实验室的所作所为 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既然到现在游戏都没有结束 那么作为记者 主控的任务 应该就是带着真相离开实验室 心莲站起来 摇了摇头 牵着我往外走去 你不害怕我吗 记者小姐 我抬头看她一眼 比起你 这个实验室里其他变异的物种 才让我更害怕 话音刚落 她忽然停下脚步 面前是一道雪白的墙壁 心莲的手在墙壁上摸索着什么 刹那间 那堵墙如同推拉门一样自动拉开 满墙的监控屏幕映入眼帘 不同房间里 形色刻意的变种动植物 望着某个屏幕里 被活生生扯掉翅膀的 在地上艰难爬行的尖刺无赤鸟 我心中一触 心莲去摸操作台上的按钮 这里是实验的总监控室和操控室 记者小姐 从今以后 你可以在这里自由穿梭 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她回头看我 目光专注 与其温和而甜蜜 你甚至可以永生 只要你留下来 哦 吼 玩脱了 这个男主他强制爱 我往后退了一步 才想起自己的处境 已经退无可退 只得问他最后一句话 实验室的新主人 是你 心莲和我对视良久 终于摇了摇头 我走回自己的房间 对着他摆摆手 那没问题了 身后 传来虫子扇动翅膀的声音 我被监视和囚禁了 几乎要成为 救社会某些的话本子里 那种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贤惠女性 为二能打发时间的是 一是倚着房门 看对门的周莉进进出出 连女朋友都没了的NPC 走剧情还走得那么起劲 我将瓜子人扔进嘴里 心里暗叹 还好现实中 没有这样的卷王同事 二是观察指引者白鸟 沦为给我送饭的小仆人 她面色明显不渝 动作越来越慢 眼神也越来越带 有实质化的怨恨 嘖嘖 那小女孩死了之后 就换成白鸟了 看来这实验室工作人员 极为稀少啊 这样想着 我指挥白鸟 给我将饭菜放到桌子上 自己则是打量着 她似有变化的容貌 不知从何时起 白鸟的容貌 变得越来越女性化 甚至有些脸熟 眼熟 会是谁呢 我不禁有些出神 突然听得 有活泼雀悦的女生 叫我名字 秋席 哎 我下意识答了一声 瞬间 我浑身发起鸡皮疙瘩 如电颤一般抬起头 白鸟的面容已然模糊 她原本俊俏的五官 已然消失不见 像是一团被揉回 本来形状的橡皮泥 又缓慢地 诉出一张女性的容貌 她张大嘴 嘴巴快速地开开合合 如同断线的木偶 声音高调而急切 伴随着通话的滋滋声 结束了 秋洗 游戏三天前停服了 与此同时 身后懒洋洋的甲壳虫 悄悄爬上桌 灯光的投射下 她的影子一点点变大 直至一条细长滑腻的触角 覆盖我惊恐的眼球 脖梗畜被锐利的口气刺穿 血腥味弥漫整个房间 虫子也学着我的声音 对着那边的白鸟传话 不 游戏还在继续 想让我留在这 永生的药剂总得给我吧 飞幕中 我朝重画的新莲 讨要了一瓶可以永生的药剂 她并没有犹豫 塞给我一瓶蓝色药剂 贴心提醒 没有副作用 说吧 她又转身离去 我出门送她 猜测她大概也要和那位实验室的新主人交代 啊 好好奇啊 那位实验室的新主人 正当我畅想 这位实验室的新主人是什么样时 对面的门终于开了 一瓶药水从对面递过来 周莉盯着我 言简一概 你说的 交换 我倾笑出声 礼节性地握住她的手 合作愉快 一个什么都有的富二代 美好的生活还没享受够 却偏偏生了病 永生于她而言 才是真正来到这里的目的 收回手 我将她递来的那瓶药剂喝下 我的视线一寸寸变矮 直至低至地面 银色光亮的墙壁 反射出我如今的状况 一滩嵌了一双眼睛 长着一嘴尖牙的史莱姆 我游动着 流淌着 体内还翻涌着 藏着什么东西 我满意地对着墙壁转了圈 粉色的史莱姆 PINK PINK 在周莉惊恐的目光中 我慢悠悠地游向尽头 直到一脑壳撞上了南墙 我也没有回头 只是尽力地压扁身子 再矮一点 再矮一点 直至从狭窄的门缝中 看到一点红色的角落 找到了 那根藏起来的舌头 身后传来重斥飞舞的声音 我用力咬住那红色一角 那条舌头煞湿吃痛 硬生生将我从门缝中扯了过去 被扯过门缝的一瞬间 我痛得头皮发麻 也听见了无数只虫子 撞倒在身后的墙壁上 被电网垫出 噼里啪啦的交响 与此同时 我也终于看见了 面前的庞然大物 硕大突出的眼睛 鼓起又落下的两腮 还有身上密密麻麻的疙瘩 一只癞蛤蟆 或者说 该叫它金铲 毕竟身边堆满了 沾着恶臭咸水的金币 新莲带我去操作室时 大大小小几十张屏幕 我却始终没有找到 谢秘密说的那只癞蛤蟆 可谢秘密又没理由骗我 这只能说明 它是比操作室和新莲 更高级的存在 它才是这个实验室的尽头 这个实验室的新主人 作为一摊粘液 我很容易地 从金铲的舌头上挣脱 然后滑落在它巨大的身体上 也在此刻 我终于看清了 它身上那数百个 数千个半透明的疙瘩里装的是什么 是人类 它们闭着眼 面容精度而痛苦 有男有女 有些面孔让我觉得眼熟 有些则是与新莲 绝无二致的克隆体 我从每一个疙瘩旁滑过 一个个观察它们的容貌 终于想起来 有些眼熟的人是谁 那个做美甲的女人 好像是这个油的女策划 那个刘长发的男生 好像是美工 我记得 我曾经见过他们 那样鲜活 一气风发 但此刻 他们躺在这里 对这个实验室 失去了一切掌控 为什么呢 直到 我找到这些疙瘩里面 唯一一个清醒着的 大快朵頤的人 或许是我这种形态 对于这只癞蛤蟆来说 过于渺小和不值一提 恍若一粒微尘 落在人的肩膀上 没人会察觉 没人会在意 所以 直到我趴在 它的疙瘩包膜上 从上而下的 亏是那个大富翩翩 喝着红酒裸奔跳舞的男人 并与它对上视线 癞蛤蟆才发出长笑 腥红的舌头直奔我而来 它的皮肤剧烈抖动 想要将我甩下去 我笑了笑 狠狠似要开 疙瘩上那层透明恶臭的包膜 将我自己身体里 抱着的玻璃瓶箍涌出来 打开筛子 里面的液体倾倒而下 液体腐蚀了那层包膜 连带着里面那个男人 也捂着脸惨叫起来 这是心莲用来腐蚀 泻蜜蜜的粘液 被我给收集起来了 周莉给我的那瓶药水 药效果了 我猝不及防地变回人形 来不及逃跑 便被红色的舌头绑起来 与那只老癞蛤蜡正面而对 它痛得发狂 想将我卷进它的嘴里 我却莫名一点也不害怕 甚至还有时间想其他的 你瞧 它在颤抖 这只癞蛤蜡抖得这么厉害 是不是在害怕呢 这样恶臭的庞然大物 也会害怕被我们这样渺小的人 发现和反抗吗 在被丢进那只 蛤蜡胃叶里的最后一刻 我被一对蜻蜓的巨大翅膀给包住 在一片白光中 心怜问我 为什么不留下来 明明我是为了爱你而存在的 而你应该也是爱我的 我回答她 作为主控记者小姐 在发现自己卧底却无法逃出 无法将真相带给大众时 就应该做出这样的选择 主控 我 还有千千万万的记者小姐 会做出的选择 都是尽力去毁害世间害人的实验室 而不是为了虚假的爱情 留在实验室里 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世界上的理由那么多 我当年选择了这一款 就是因为里面的女主 有自己的责任 信仰 这些甚至比男主更重要 我听见她释怀地笑了 果然 我已经被改造得忘记这些了 她轻轻推了我一把 郑重道 记者小姐 请你继续坚持自己的决心 永远不要因为一个被改造了的 不再是心怜的心怜 蒙蔽自己的判断 一定有人告诉你 不要听 不要看 不要说 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是 请记住你的记者身份 永远不要因为别人的威胁 放弃自己的坚持 这才是记者小姐 一觉醒来 望着窗外透进来的阳光 我有些萌 我刚刚 是在干嘛来着 视线回到手机屏幕 上面跳出弹框 是否离开实验室 放弃您的爱人 越来越多的回忆涌入脑海 被游戏官方换掉的女性团队 莫名的逆天发言 还有男主人设的暴改 我毫不犹豫地摁下了确认 消耗跑路 我知道 这个游戏接下来所创造的 不再是我的爱人了 游戏真的结束了 但是 记者小姐们永远正直 勇敢 坚定 全文完